就是观察植物嘛 发了通知了 但是可能那个小朋友 他的爸爸工作比较忙 他就小朋友可能也没见过多肉 他就跟他爸爸讲说 老师说明天要带很多的肉 然后他爸爸也没有说 特意再去问一下老师 也可能是比较相信 这个小朋友的转述能力 他就把家里的肉切了钱 然后第二天就装了一小兜带过 以后我们家长说 就不用拎回来了 然后我们就书房加工 把它做到中国的菜里了